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的时间点内也在处理自己私人的事件 身为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时常的来规范自己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 让自己的员工可以看到自己的领导者是如此的具备了正向正念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领导者 面对的企业的年终获利的时候就只会想到自己 就只知道说我今年赚了多少钱 却忘记了这些的成果其实是企业全体员工所一起奋斗而来 而忘了我们应该是否要如何的来奖励我们自己的员工 讲的时候都非常简单 但是要让我们的企业组真正的把利润拿出来 其实我常常在开玩笑说这根本就在割肉 要割自己的肉给别人来吃 我觉得这是不太容易 每一个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清楚 身上长出来肉 事实上是全体员工一起来努力奋斗而得来的利益 因此我们应该毫无所拒的去将这样的利益跟利润 来给予我们共同努力的伙伴 也就是我们全体员工 其实某种程度企业领导者也是员工 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做到企业经营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让企业员工的精神跟物质得到幸福 所有的员工一起来享受 而非只是企业领导者自己一个人来独享 必须要让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导者的内心当中 在公跟私都必须要写清 同时也必须要在自己的心中建立无私的思维 让自己的这样的精神跟态度 这样子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企业员工也才能够真正的为企业来卖命 我是Joyce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TV